你听明白我在说什么了吗 我的都归你 我不管你工资以后挣多少 每个月你至少拿出一半来给可可 我同意 我还要你以后不许生小孩 这辈子 你就只需要可可一个女儿 有话直说 叫你出来就是想把 咱们离婚的事过一下 之前我们离婚的根本不叫离婚 财产分割的事 子女的抚养权 抚养费 你一向都没有说清楚 对你 对可可都不公平 你是想跟我分割 分割什么 你不会受你爸的启发了吧 我爸说房子不归你 那是他自说自话 不管是我把首付还给他 还是他帮我遮算 按揭款 都有你的一份 你是真的在跟我分割财产啊 还有抚养权 我同意 可可归你 这是离婚补充协议啊 我写完了 签好字了 这是你对我的保障 可以这么理解 我觉得不够 还有什么 我不管你跟你爸怎么分 那套房子里 你的那一份里 有我的一半 你的那一半里还有可可的一半 你听明白我在说什么了吗 我的都归你 我不管你工资以后挣多少 每个月你至少拿出一半来给可可 我同意 我还要你以后不许生小孩 这辈子 你就只需要可可一个女儿 我这些都要写上去 可以 你走吧 莫莉啊 你不要一激用事 我们必须要面对这 你走吧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我去看看 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我确定 也不是你想要的生活 你心心 看着彼此的眼睛 看到你伤痛的难以至少 早知道是这样的方式的 是否故事就不值得见了 要不是你说过的永远 我记得 而我能为她做的最好的 要不是我说过的不变 给她自由 然而这一刻 我的心像是被生生扯掉了一块 好痛